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叫Canva 這個雲端設計的工具 這個最近還蠻多人在用的 而且疫情期間 因為這個網站在美國 也有些老師拿來請同學繳交作業 因為他可以跟郭克森做結合 也可以單獨把作業交到這個網站上 所以也有這樣的一個應用 這個網站待會我們會請老師註冊 註冊完之後 大家可以考慮把它升級到教育的Pro版 這樣子你所有的 就是我們網站上的這些功能 這些範本就全部通通都可以用 現階段老師剛註冊的時候 你只有免費的部分可以用 它會有那個就是在右下角 在右下角如果不管是範本 還是它的元素 在右下角有一個那個黃冠的 就代表那是付費的 但是它有一個Canva教育版 對對對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申請 我們申請的時候 是不是直接就申請Canva教育版 對但是它會要求老師上傳 比如說您的教師證 或是叫聘書 它不是用那個電子郵件 不是不是它就是還要多一個驗證的動作 對那所以等它驗證過了 可能是幾個小時用可能是隔幾天 那我們先請老師您打開這個網站 就是CanvaCNVA 那您在註冊的時候呢 註冊的時候您可以先 就是用那個學校的EDU的信箱 但是Google代表您也可以 或是學校本身的那個EDU信箱 都OK 其實老實講 如果您像我有一個信箱 是用Gmail.com的也OK 也是可以 但是重點是你的身份 要麻煩老師你註冊的時候 你的身份選擇教師 因為呢 你如果是選的學生 或是一般的 那它那個選項 就是申請教育榜 的那個選項 會不見 就是你要再改回來 它才會出現這樣 所以老師您在申請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好老師這樣有找到了嗎 Canva 所以麻煩您先把這個帳號先註冊一下 那麼這整個的流程 大致上就在簡報的第三頁 簡報的第三頁這邊 這裡 好註冊完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在這邊 如果說你本身已經註冊好了 那它就有一個解鎖的功能 它本來是叫K12 老實知道K12 它就從幼稚園到國小國中 但是我臉皮比較厚 高時的聘書我也要放下去也OK 大專院校的聘書放下去也OK 只是 不是在 不在K12的範圍裡面的時候 按加申請 它會告訴你 你不符合那個 那個規範 但是它還是會給你 所以其實老師不要客氣 真的 就給他申請下去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往後面看一下 你看 如果你有申請成功了 有申請成功了 其實它在那個這裡 有一個小慧老師 他有錄那個教訓影片 所以這個我就沒有錄 教育版要怎麼做登錄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它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擁有全部的功能 那麼有升級成教育版之後 其實它還可以設置一個 像Google開始書一樣 就是教室的概念 你就可以把學生加進來 那學生加進來的時候 它也會因為你是Pro帳號 所以它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所以會變成這樣 這樣老師OK嗎 好 所以您先把帳號先申請起來 那利用老師在申請專頁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您可以看到 我們簡報 就跟大家平常用的powerment不一樣 對不對 CANVA它可以做什麼 為什麼它最近會這麼流行 因為它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大家最常用的簡報 第二個 它也可以做什麼 社群媒體的 來你看我回到這邊 就是說它也可以做社群媒體的 你也可以做單張的 你也可以做海報 你也可以做客表 可以做新制圖 隨便你 重點是它有很多的範圍 很多的圖庫 然後以前這些東西 你可能要去很多地方 找一找再兜在一起 現在就一個網站就解決了 好 這個網站解決了 那它的使用方式很單純 你看我只要拖曳就可以拿進來 然後我只要複製貼上 比如說網路上找到的 網路上找到其他的內容 我就複製再貼進來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有很多的圖庫跟範本 您都可以免費使用 這樣就不用擔心版權的問題 這個是它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老師如果好的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您進來之後應該會在這個首頁這裡 有沒有老師看到畫面跟我的差不多 對不對 登錄之後 那如果你要升級 要怎麼升級 從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 你的那個圖示 右上角的地方按下去 會有一個叫做帳號設定 其實它現在也有那個就是應用程式 不過我想我們用雲端的就好了 應該因為這個不太佔網路空間 或者是流量還好 所以從這邊點進去 你找到左手邊 有一個叫付費集團隊 有沒有在這裡 會有一個叫付費集團隊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應該會有看到 Canva教育版 有沒有 你找到這個地方 您就可以升級了 只是因為現在老師手邊不見得 馬上就會找到那個 就是您的教師證 或者是騙書 所以這個您回去 知道在哪裡 就OK了 就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它如果有升級成功 就會寄一封信件給您 像我剛剛在這個簡報裡面 給您看到的 在這頁 來您看 就是您進到這個付費團隊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收到一封信 它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OK了 在這邊 像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在簡報的第九頁 它就是說 恭喜你 你已經可以使用你的 這個Canva教育版 所以這整個流程大概是像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 當然就馬上來體驗看看 到底有沒有那麼簡單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